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早前表示 不排除大选后跟巫统合作 不过行动党中尉刘天球对此抛出十个问题 并反问巫统可以相信吗 刘天球昨天深夜在密子书接连质问 行动党不排除与巫统合作的立场 并担心这只会动摇基层和智者的信心 以及引起公正党 晨信党和民同党的猜疑 刘天球写道 巫统可以相信吗 是否还记得马哈迪对西蒙的所作所为 如果巫统变成另一个马哈迪呢 他也质疑 巫统会不会愿意和行动党合作 巫统难道不会更想跟其他政党合作 例如土著团结党 伊斯兰党 斗士党 明星党等等 刘天球质问 行动党不排除与巫统合作的权宜联姻 是不是为了几个部长职位 他也点出 许多人已经预测 大选后不会有明显的胜负之分 而且早前通过的反跳槽法 并不阻止政党转换阵营 因此政党换阵营的情况 很可能发生在大选之后 许多西蒙支者已经表达 他们对行动党可能在大选后 和巫统合作的担忧